委員長 委員長好 我接著楊英雄委員的問題 剛剛楊委員問你說 水電向大陸購買 是不是國安問題 在我看來 他雖然是民生問題 但他絕對是國安問題 因為當你的水跟電 必須跟你的敵對國 來買的時候 我們現在還沒有 解除敵對狀態 那當然是國安問題 這個大家不需要思考 你倒是說 這個國安問題會到多大而已 然後程度會到多嚴重而已 所以 金門水電的問題 如果真的必須跟大陸購買的時候 國安局你們一定要 有非常好的國安評估 要不然的話 我想這一點 不管是對金門 還有對整個 中華民國來講 他絕對是一個國安問題 那接續的這個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局長 共諜案的這個問題 像陳昆山這樣子的個案 我是覺得 第一個 我們沒有一套相關的管制制度 我想這樣的事情 在美國這個民主國家來講 他絕對是列管的 如果一個學術的專家 即便他是一個學者 可是他會碰觸到的技術 還有資料 開玩笑 他是有多少能夠碰到我們那個衛星搖冊的資料 那為什麼這樣子的學術專家 我們沒有做一個名策進行列管 甚至是說 他到大陸去 他也不需要報備 我們還不是叫他報準 是報備 報備也沒有 我們目前只有針對 像政務官部長級的 退下來的 跟國安相關的這些 像我過去三年 我到現在我還是列管 我去大陸我還是要報準 那為什麼像這樣子 長期研究我們重要的 資訊 技術 科技 甚至還不只是跟台灣有關 可能還跟我們跟美國之間相關的訊息 國安訊息有關的 他不需要列管 所謂的列管不是限制他全部的人身自由 而是我們擔心他 在被 可能被射陷 被射陷阱的情況底下 去洩漏了國家機密 或者他被利誘 或者射誘各方面等等的 最後你看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所以你剛剛講防範嘛 所以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國安局你要不要提出 你未來的防範機制 局長 報告委員 我可不可以先把你前面一個問題 我先說了以後 再回答你這第二個問題 有關水電是不是國安問題 其實我剛才跟楊英雄委員 特別報告得非常清楚 目前兩岸的關係 在文化上我們是彼此交融的 在經濟上我們是互相吸納的 在政治上它是對我孤立的 在外交上 外交上它是對我孤立的 政治上它是對我分化的 但是在軍事上它是威責的 它到底算不算是敵對的國家 我們在不同的分業之中 我們有彼此互相交融的空間 跟我們彼此必須要防範的範圍 那麼水電它是屬於 是不是屬於國安範圍 並不在國安局的管轄之內 但是我們必須從國安的角度上 我們給政府完整的意見 我水要不要來我電 是不是會影響到整個國家的安全 我想我們必須從這個大政方針的方向上 我們先要把它確定定位 之後我們再來看相關的問題 是不是可以試存在我們兩岸之間 就像昨天那個大議宗的議題 這個大議宗的議題是尊重民間 大家研究未來國家方向 我們期許能夠為人民找到福祉 基本上它是學術委託研究 我們把它的理論委託它 技術基礎你告訴我 但是國安的實況實務工作 我是切割的 所以我們在委託案 我們就已經防範了機密的作為 當然它是合成恐鏡雷達這方面的專家 那麼把這個學術理論 他帶到那邊去 對中共絕對有注意 但是不影響我們的國安 學長你後面這句話就有點矛盾 對他有注意 然後不影響我們的國安 我覺得這是矛盾的 第二個 你說你們把他的學術的研究的那一部分 跟你們實際的國安的這部分把它切割開 意思是說你們有做一個類似 就是說組一個一個牆在那邊 防火牆在那邊 可是今天為什麼 中共要去吸納他 絕對是他有價值 對不對 不然何必大費周章呢 他何必冒著這個風險呢 我說他當事人 所以我覺得 一定是他有這個價值 那對於這一種 對岸 在認為他有吸納價值的人 其實我們就應該去防範了 就應該去防範了 因為這個洞越破越多的時候 你賭不了 你絕對賭不了 所以我在這邊很誠懇的建議國安局 你們應該要去建立一套列管的機制 尤其這一些 搞不好我們還有很多學術專家 它是涉及到我們國防的 國防工業的 關鍵技術的 甚至是其他國家移轉給我們的 我覺得這部分我們也不能小看 連美國他們這種事情都是非常謹慎在看待的 你像他們現在也把網路 網路列為是傳統軍事武力以外 另外一個戰略武器 你想想看 他前幾天 美國司法部19日宣布 網路經濟間諜起訴 五名中國大陸解放軍的軍官 你說他不care這個嗎 這個絕對是現代化戰爭當中 非常關鍵的 資訊、技術、衛星這些等等的 所以國安局我們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 站在事先防範的角度 你不得不去做這樣子的準備 所以我在這邊非常誠懇的建議你們 不然G2.3如果又有其他類似的出來的時候 老實講 我們整個國安的這些 不要講說風險 那個已經是威脅了 風險就變成威脅了 另外我請教一下局長 就是關於我們現在 越南暴動之後 中國跟越南的情勢 中越的情勢 到底現在你們掌握的情況是怎麼樣 因為前兩天還報導出來 他們在南海又衝撞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情勢到底到最後會演變到什麼地步 因為我們的台商還是在那邊 可是中越之間的這個緊張其實沒有舒緩 也沒有改善 對不對 根據你們的情資有嗎 不過委員 中共跟越南之間的歷史情節 加上主權的伸張 確實是關係非常的複雜 在5月13號 越南的排華運動之後 5月19號 在緬甸 有東協國家組織的國防部長會議 中共的國防部長長萬全 他出席的這項會議 越南的國防部長冯光青 他們兩個針對 在越南暴動事件 曾經有一番會晤 然後兩個有一個共識 那就是我們和平解決當前彼此的糾紛 在21號的時候 越南的副國家主席阮士元 特別去參加中共在大陸舉辦的亞信峰會 同時越南的副國家主席 也向習近平表示 願意和平解決當前的問題 但是要從國際法律途徑解決主權的問題 所以你意思說中越雙方的高層 在現階段都希望平息這一次的衝突 希望未來不要再發生類似的衝突 那你自己本身樂觀看待嗎 但是實際上的情況 當然遠不如他們所唱的高調 所以講歸講嘛 做歸做 有這個味道 所以我們在南海的情況 我覺得你還是要提醒總統 真的這部分要小心 因為隨時可能會有突發狀況 是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薑委員 謝謝薑委員